欢迎回来我的频道 今天是我的30天Vlog的第二十二天 今天呢我要带你们去新加坡的第一家无人超市 据说它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超市 然后里面有很多很多的食品卖 但是整个超市里面没有一个营业员 那今天我要带你们去看一看 我现在已经出门了 我现在已经出门了 要先下載他們的軟件才可以進去 要先下載他們的軟件才可以進去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已经到了这个超市里面 这里面其实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一个空间 然后我感觉其实它更像是一个 一个食格的那种感觉 因为里面有很多很多的摊位 都是在卖食物 然后可以在这吃或者是打包走的 然后相比起来它卖的东西 就是我们平常的一些零食啊 食物啊 水果啊什么的 这些呢相对来说会比较少一点 这会有一些在新加坟其他的超市 相对来说比较少见的一些零食 或者说食物的品牌 然后它的价格也会比一般的超市要稍微高一点 那它们同时还有一些其他的 比较有创意的东西在里面 比如说它们有一个书吧 可以在里面看书 然后在进门的地方也有一个创意的花店 所以感觉像是一个比较综合的一个生活区域 然后这家店其实最有特色的 就是它们的收银系统 它们是没有任何一页缘的 所有东西都是自动打包 然后自动收银的 那现在我已经挑了几样 我今天想买的东西 现在就带你们一起去体验一下 它们的收银系统 它这写着 先把购物车推到这个通道里面 然后 然后用手机软件扫描一下就可以了 好,走 OK 可以 可以 OK You just need to push your trolley right Pine the yellow trolley OK And then you scan your B pass one time You hear the beep sound You will automatically go OK so just pop it here About here OK So you go B pass You scan And then you will go and scan Oh OK Alright that's it Yeah 我已經把我的購物車推進去了 然後他們說 現在只要 現在只要在你們再多等一会兒 他們打包好了之後 會在手機軟件上告訴我 然後付錢也是 直接在手機軟件上 用銀行卡就可以付了 好 現在我就坐在這等他們 發通知給我就好 現在我已經收到短信 說我可以去拿了 那这里就是拿东西的地方 是collection point 告诉我一会儿我的东西会在这个格子里面 哦在这儿呢 这个就是 Do I just fly from here? Yeah, you need to manually open up the door and retrieve the item OK,thank you 嘿大家,现在我已经回到家里了 但是我刚刚发现 刚刚我在无人超市买了一包 这个芝士味的火鸡面 结果我发现他们收了我7块5 可是我当时在货架上拿这个面的时候 明明上面写着是5块钱 所以就多收了我2块5新币 而且整个这个页面上都没有一个地方 可以跟他投诉什么的 说这个价格不对 也没有任何地方可以联系到他们 然后让他们帮我改 这我觉得就挺不方便的了 我觉得这也是无人超市的一个 会出现的一个问题吧 就是说你这么方便这么快 所有东西拿了就可以打包 然后就可以走 然后付钱就直接在网上刷你的卡 可是如果刷错的话 那个时候你已经离开超市了 已经走了 你也没有办法去找他们说 这个地方刷错了 然后帮我改一下什么的 所以我觉得这也是一个无人超市的一个 一个隐藏的问题吧 在方便的同时有很多的不方便的地方 感觉很多现在这样子的新科技都有这种问题 就是表面上看起来好像很不错很fancy 但是实际上还有很多的就是隐藏的问题在里面 好吧 我又不想再回去这个超市了 所以算了吧 现在已经晚上快八点了 发现我好像生病了 从昨天开始就觉得喉咙很疼 然后今天就有一点头晕 应该是感冒了 其实就是最近可能比较忙 然后比较累 身体的抵抗力有点弱 然后那天吃了一点炸的东西 就开始扁桃体发炎 现在我在家 等天哥回来 然后他给我打包了晚饭 生病好难受啊 生病的时候就有一点消极代工 我今天下午回来之后 我就一直躺在沙发上 也没有剪视频 然后昏昏沉沉的 你终于回来了 我要死掉了 对家里有一只蚊子 他已经围着我咬了好久了 真的吗 哇 好棒 哪啊 不过没有血了 他已经咬了我好久了 可是没有血了 我脸上被他咬了 天哪 难道还有别的蚊子吗 可能不止这一只哦 哦哦 不过是一只吧 是这肯定是蚊子 还有那个腿 厉害 进门就开始打蚊子 哈哈 买了啥呀 米饭还挺多的咧 快来吃饭 8点钟了嘞 今天我去的那个无人超市 一点也包 为什么呀 它根本就没有什么东西卖 就是它像一个那种副扣 大家在里面吃东西吗 对啊 这里面都是在吃东西 而且还看起来很贵 它还不写价格 所以我就没有赶在那吃 然后没有什么东西卖 卖的东西也不便宜 不过它确实蛮有意思的 你就是 你不是买东西吗 你推个车 然后你付款的时候 就把一个车推到一个洞里 然后就自动全都给你算了 对 然后你去拿的时候 好多好多个柜子 然后柜子就 它的柜子会动的 然后会到你面前 然后就 然后你就可以从格子里面拿你的东西 还挺有意思的 都拍下来了吗 拍下来了 好 正好就从你的视频里看看这个世界 你知道我很生气 我买了一个垃圾面 然后它上面写着五块钱 我还有视频为证呢 上面写着五块钱 它收了我七块五 天哪 好气啊 就一个连customer service都没有 对啊 希望habitat的官方marketing team 看到我的视频可以联系我 退我两块五毛钱 退钱哦 好吧快吃饭 哪个是我的 这个吧 天哥给我买的ABC汤 哎呦好烫啊 这个是新加坡的ABC汤 额玉米 萝卜和这是什么 土豆吗 嗯 是土豆啊 看起来还可以了 你没有不用拿黑酱油吗 有辣椒 有辣椒吗 哦 好 我们就会用里面的排骨 就是肉 来沾这个辣椒 辣椒酱油吃 还挺好吃的 嗯 还可以 有人打包的晚饭就是好吃 好好好 那每次给我这种一包一包的饭 我都不知道要怎么吃 我每次都这样手捧着饭 然后这样啃 好像要饭了 吃一个strap soup 每次感冒 喉咙发炎的时候 都会吃这个 虽然我觉得没什么用 但是 总是吃了会稍微舒服一点 按理说新加坡的天气应该都还 气候应该都还挺好的 也没有什么突然一下冷 突然一下热 怎么没有 一进上海就冷 一出来就热 好吧 那今天的vlog到这里就结束了 如果你还没 还没呢 如果你还没有订阅我的话 记得底下的subscribe 这样我每次发新视频都能看到啦 好 那我们明天见 拜拜 快点 嘿嘿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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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